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先花第一堂的時間 跟大家去介紹這個課程的內容 大家聽我的口音知道 我不是這裡出生的 我來自香港 不過自己認為這樣的國語是不錯 有精緻古人的一種狂味 那以後我也會用廣東話唸獅子給你們聽 別有一種味道的 也許有一種陌生的一種相識感 那尤其我因為專長在詩詞 詩詞所處理的就是 中國人的一種人情世界上面的問題 五輪之間的關係 人與人 或者人與自己 面對自己的一種人生態度 而詩詞是很清楚 很具體的 呈現這方面的一些內容 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當然有學古典文學 也會學學習很多東西 有關中國的美感 中國的知識傳統等等 但其實其中我覺得值得珍貴的是 中國人面對情感的這些態度 但我不是說把它概念化 跟大家去談一番理論 我是希望很實際的透過一些作家的作品 來追索一個作家的成長歷程 它如何面對人生的各種不同的狀況 而有所反應 有所反省 有所提升 那在那麼多作家裡面 我就選上蘇東坡 一直都是我認為這個作家是很值得我們尊敬 但這其實我們的從國中高中 我們讀過蘇東坡的文本是相對是比較多的 從成天四葉遊 念如教 水調歌頭到前世必赴 對不對 而且連考出題目古典作家也是蘇東坡最高 它近代的是宇光中 因此這個作家大家是熟悉的 那但是如果進一步就問同學 你怎麼樣認識蘇東坡 你認識他有多深多寬 大家可能講起來就其實很籠統 很平面 能讀過蘇東坡傳的 像林語堂的東坡傳的人已經寥寥可數了 根本有說他的整個生涯歷程的各種的一些變化 那我想透過這個課程 大家並不陌生 有一種熟悉感的話 進入東坡的文學世界是比較方便的 第二就是蘇東坡的作品從清代以來 從他的詩 他的文有編連 一直到詞有編連 很完整的東坡文學世界 可以做一個年代的劃分 我們可以根據東坡的生平 從他少年時期 中年 晚年 會追溯他所面對的人生事況 因此他會結合他的生涯歷程來做了解的 那這個比起很多的中國譜典作家 是方便得多了 另外就是他所寫作的一種文體類別 非常的廣泛 有詩有文有富有詞 作品的量也夠 因此要架構一個這樣的人物的 內在心靈世界是比較周延而具體的 那這個是在很多的中國古典作家來說 算是很難得的一種呈現的方式 那我們就只是用半年一個學期的時間 來通透了解蘇東坡 當然並不是那麼容易 那我的課程的名稱叫東坡詞 大家會問的 為什麼不用蘇世詞 用東坡詞 那這件的見識到兩個範疇 一個是一個作家叫東坡 一個是他所寫作的文類叫詞 兩個怎麼做一個結合 我現在要開宗明義要跟大家去破題了 第一 我稱它東坡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親切 像蘇世好像太震驚 而且我國語不清楚 老師蘇世蘇世我好累 一直講這兩個音 那東坡會比較比較很親切 大家可能以後我們講東坡的故事 或者根據東坡成長就知道 東坡在黃洲時期 原封四年的時候 因為他被烏台詩案的一個事況的影響 他被貶責黃洲 在原封四年 東坡四十六歲 他的朋友馬孟德幫他求的一塊 軍方的一個廢製的地方 他在裡面去經營 他字號東坡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以後我們講到了人對名字的一個選擇 當時東坡取叫東坡 當然這個東坡的名號 事實上不是蘇東坡開始的 以前在唐代 白巨翼曾經也字號過到東坡 東坡很會偷東西 偷了白巨翼 大家忘掉有個白東坡了 直接叫蘇東坡 可這個名字的一個使用之後 你看出了東坡從此有一種 脫胎換骨的一種表現 從此東坡展現一種 不一樣的一個生命狀態 東坡事實上回歸到一個 自我認定的生命 不是他父母所期許的一個舒適 而是自己認定的生命意義 我覺得從這裡面去看這個人物 經過一番自覺 而自己選擇的人生態度的東坡 是很真實的 也是非常的一個令人感動的一個個體 因此我用東坡來稱他 也許會比較更親切一點 已經不是政治上面的 是學術方面的一個作家 一個學者 一個巨人 而是我們跟我們很親切的 一個可以跟蹤 跟他的朋友兒女 在一起談天說地的一個好朋友 所以我們知道他東坡 好 而此尤其是一種很貼近人的 類在情懷的一種文體 他沒有什麼樣的 特別多的為言大意 不需要寄託研制 有這樣的負擔 因此此詞是很純粹的一個文學 而東坡以這樣的一個生命樣態 用詞來表達他最真實的一種情感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這兩者結合是滿貼切的 好 東坡我們上 以這樣的一個作家我們看他的詞 因此我們要了解東坡的詞的時候 我們需要有一些比較的一些依據的 東坡是從蘇世脫胎換國過來的一個人 因此我們必有追溯 他這種轉折的一種心路歷程 而詞是緊緊相隨的一種問題 那裡面有什麼變化呢 我們會看出的是從前期 中期到黃州時期到後期 東坡隨著他的生涯變化 有不同的境界呈現 因此詞跟東坡是密切相關 可是東坡我們又問了 他為什麼選擇詞來寫作 用詞來表達他內在的情懷 他當中有什麼樣的特殊意義 大家讀文學都覺得詞就是詞 詞就是詞 文就是文 但是我們又問大才於東坡 當然他揮灑自如 可是難道一個作家 當他夜深人靜 然後拿起筆來寫作的時候 他沒有經過一番的思考 究竟用什麼文體 文體來表達他內在某種特殊的情感嗎 文體是有意義的 因此要了解東坡詞 我們必須放在整個東坡文學的框架裡面 做比較才能凸顯出來 因此這個課程中央到東坡詞 可是我們在講解的過程中 也會旁視到東坡的詩 東坡的文 從而去了解到東坡詞的特殊意義 而且這種詞的文體的美感特徵 我一直最近都在處理這兩個問題就是情感的問題 我們中國人說我們最近的研究 我們說有跟西方都比較 我們在強調我們有一個所謂的抒情傳統 西方是一個比較史傳的或者戲劇的一個傳統 我們比較強的抒情傳統 當然這個二分是沒意思的 難道西方沒有抒情嗎 當然也有 可是我們的抒情 實際上西方是不一樣 我們強調了它的不同性 但是我們要談到抒情傳統的時候 有時候要更深細去了解 所謂抒情這兩個字 它氣象有很多值得思考的東西 第一是怎麼有一種情 我上次跟學生去練習 你們認為你們很懂各種文字的意義嗎 情理拿此筆來 然後你放在字裡沒關係 用那個情字做各種的詞語 有些放在前面有些放在後面 比如說情感 情緒 情傷 或者深情 悲情 豪情 無情 你把它排列組合看看 你能不能很精細的分別 每一個情的真正的意義 那是不容易的 這種情勢上就很複雜 我們獲得人世裡面 留發著你在今天教室 面對我是一種情感 面對父母呢 面對周遭的朋友呢 面對你痛恨的人呢 那是什麼的情緒 你每天都在歷練不同的情緒 起伏變化 所以情本身就是一個很精細的東西 我們不能農統說 中國人有書情傳統 那書情傳統是很sentimental的 是一種精實之談等等 不只那麼簡單而已 不然的話文書作品不需要寫作的 其實它很複雜 那這個情本身就是一個很值得探索的東西了 那另外就是情感是一個東西的 但怎麼表達 書情 那個書字也有意義 怎麼書寫 從怎麼樣的文體來把這個情很恰當的 很合體的表達出來 那個抒發的本身也有意思的 如果你要了解東坡字 你必須要先了解你自己 你怎麼樣地面對你的情感 你怎麼樣去表達出來 那表達之間有什麼樣的差異 用小說 用賞文所表達的情懷 跟用詩所表達的是不一樣的 你知道嗎 所以東坡詞就是一個很奇特的東西了 它是用詞來表達的一種文體 那究竟這個文體所存在的情是什麼一種情 有它的共通性嗎 還是沒有的 還是很複雜的 這是我們有用心去探索的 所以為了要呈現東坡詞裡面的內在情懷 你必須要把它放回到東坡所有的文學裡面 去比較衡量 才能夠呈現出來它的特色 因此它的詩 它的文 它的腹 都是我們對照的標竿 沒有這些的話 無法突顯出詞情的真正意義 那這個我們 我會先很簡單跟大家看看 詞這個問題的 詞是一種很特殊的問題 它配合音樂來演唱 詞是透過音樂來傳達 而音樂在西方的歸類上 它是一種時間的藝術 因此籠統來講 詞所觀世的最重要的 是一種時間意識 一種時間流逝的一種感覺 當然在中國文學來講 詞最容易傳達的就是一種 時光的流逝之感 一種經不如席的一種感嘆 那這個是詞的一個主調 它用很美麗的文詞把它表達出來 為什麼詞會用那麼漂亮的文詞 來書寫這份時光的感嘆呢 如果你看《紅龍夢》 你看《醉意刺水流連》 你看張愛玲 他們文字為什麼那麼漂亮 人用那麼漂亮的文字 無非是希望透過那麼精細的書寫 把一些東西聆定在時空之中 使它不知變化 所以文字是有意義的 它用精緻的文字無非只抓住一種生命的美感 希望它可以永恆存在 所以持久這種文題用最漂亮的文題 表達一種生命的哀歌 它裡面有一種很深沉的一種哀痛的 面對時間的一個流逝 那在宋代我們說了 宋代為什麼有這樣的一種感嘆呢 我曾經歸納出來 詞當然歌詞它是一種流行歌曲 當然它會書寫好多的內容 但十之八九的宋詞所書寫的 無非都是人被離棄 被時間拋植 經不如席的一種哀傷 簡單來講 好景不常 人生異事 是宋詞的一個主的旋律 好景不常 人生異事 這種感覺實際上我們也會有過 如果你要了解什麼的詞 我覺得既然它是流行歌曲 大家可以從自己的流行音樂的 聽歌史裡面去追索一下 去問問你自己 什麼時候開始 你單立在流行歌曲的世界 你喜歡看言情小說 看抒情的小說電影呢 就在我們慢慢成長的過程之中 童年消逝了 人面對一種陌生的一個情境 人想想力往狂瀾 沉醉在過去的時光之中 這就是在我們心裡面 不斷不斷地都會碰到的 所以詞是一種青春之歌 當然不能流連忘返 但每個人都希望能夠沉醉在其中 不至於轉型變化 那這個是詞裡面很重要的特質的 好景不長 人生應是 人與生俱來都必然有的一種情緒 我們有看待 回到宋代來講 宋代的歷史 我們讀歷史都知道 宋代內憂外患 財政不敷 永遠過多 勞了戰爭平仁 還一個很弱的一個國度 但是為什麼宋慈成為他的一個代表文學 事實上我們會從裡面 會發現一些消息的 當范仲淹寫 寫《月陽樓記》 寫《先天下之樂樂》 這種精神 事實上已經奠定地 宋代世大夫的某一種儒家的 一個入世的精神 一種不妥協的精神 那這種精神跟詞有沒有關聯呢 當然有 你不能只看得表面說 好像是一個是陽剛性的一種意志的表達 一個是比較陰柔的實境的單立 可是啊 在實質的內涵上 它有共通性的 因為我們知道 實際上在宋代 所有一流的讀書人 幾乎都填過詞 甚至很多是出色的詞家 蘇東波 歐陽修 艷蘇 哪一個不是詞人 他看得出了 詞並不是使人可以卑微 使人變得弱弱 使人流連妄返 充滿了女性的個性 它是一種生命的很真實的部分 所以這樣講的是 我們讀詞讀到一點的 詞裡面有這樣的一種人生的哀嘆 可是我還漏掉一點也沒講的 在好幾不常人生意識的另外一面 就有一種死情不渝的精神 宋詞裡面說 傳達出來的這件事 不是要放棄 生命了了 看破紅塵 或者出嫁去了 沒有啊 宋人喜歡桃淵明 但沒有幾個人採取歸隱的一種抉擇的 而宋詞傳達出來的 一個女孩子可以被拋棄 但是她不放棄 她執迷不悟 她擁抱的愛情 這就是歐陽修所說的 人生自是有情詞 人就正是一個部分的 有情詞 但如何面對一個情 就是一種很認真的 嚴肅的人生課題 所以宋人所呈現出來的 就是這種精神 此情不渝 所以我們讀到宋詞裡面 我們看到每個人呢 很多都是用女孩子的身份 呈現出來 可是你看到她們什麼樣啊 春去秋來 自己逐漸老去了 可是她還依舊相信 終有一天等到那個她 終有一天那個情感是可以複合的 如果沒有的話 只能不斷地哀傷 不斷地等待 李清教不是說嗎 一種相思 兩出嫌愁 終完是這樣的 可是說此情無際可消除 消除不了的 就要認真面對 那這種精神 就是宋詞所呈現出來的 一方面是負面的 但一方面也有她積極的一面 又此情不渝 這種精神跟宋代的精神 何嘗不是同調的 宋詞所呈現出來 因由之中有一種韧性 我的老師說的一種韌性 從這個國家看得出來的 宋朝三百多年的歷史 在整個中國歷史裡面 僅次於漢代 是最長久的朝代 可是那麼 那麼卑弱的國家 為什麼能夠撐那麼久啊 就是裡面有一種精神 這個精神 從文學 從哲學 從文化裡面 通通都透露了這種 共通性出來的 我們很少會注意到這一點 所以宋人多情 實際上從裡面看得出 他不會捨棄生命 很認真面對人生的苦難的 那一種表現 那東坡走在界裡面一個巨人 他認真地面對他的生命 因此透過詩 透過詞 透過文 透過覆 在他面對不同的情感之中 做一番思考 一番掙扎 一番提升 因此我們看得出裡面的 個人跟時代的關聯性 所以說東坡詞 我們不只知道說 實際的文體好美 實際的文體的單一性而已 我們看到實際的 個人的生命狀態 一種時代精神 東坡就是一個代表 所以我說 在大學裡面 我們一直強調 要給大學生全面的一個 一種知識熏陶 但不只是一種知識性的東西 裡面還有一種人文 這個精神是透過一種 不是硬性的知識的吸收 而是在閱讀過程中 潛移默化 得到的一番啟發 所以我的用心在這裡 希望把東坡帶到我們時代裡面 讓我們去思考 你想想看 聰明與東坡 都有那麼多的人生苦難 那我們小手的挫折 又算得上什麼呢? 我最近要寫一本小書 寫東坡的傳記以他的詞 花了好多功夫跟太太去 一起研讀東坡 可是看了之後 覺得真的很感嘆 東坡所面對的東西 比我們所曉得的多得多了 所以總括言 你看如果東坡文學裡面 有呈現出來 或者他表達出來 他說比較 曠達樂天的一面 你要減一分 東坡騙你的 沒那麼容易解決 但東坡寫到 他苦難的時候 你要多加一分 因為實在不是語言能夠表達的 其實他是一個很 他身體的傷害 從年輕以後 身體多所病痛 而且面對人生最大的一種煎熬 宋代以文立國 在他們的那個皇室裡面 三大法則之中 第一個叫不殺文人 而東坡卻是第一個差點送上斷頭台 以前可以想到一個考試考榜首的人 最後落得這樣的收場 被天下人所恥笑 那是什麼樣的心情 好了到了中晚 以前我們讀東坡 讀到也無風雨也無情 東坡安然度過人生了 可以定風破了 平定人生的破爛 以為從此春風得意了 哪有那麼簡單 那是第一回合的磨難 再過不到二十年 十幾年之後 東坡第二回合來的 就是被扁到海南島去 我最近更能夠體會到 晚年東坡六十幾歲 到一個殘區 帶著小兒子去海南島的心情 那是很難度過的 可是他為什麼能夠一一的去 能夠克服 但我們不能說東坡到最後 還開始要凱禍天空了 到更高的人生境界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晚期的作家並不是說 從此他走到人生更高境界 達到最好的和諧的 哪有 可能到那個時候 面對人生快要死亡之前 是充滿更多的混亂 更複雜的心境 但這個部分在東坡詞裡面 沒有辦法呈現 只能看東坡的詩文 可是詞 起碼陪伴我們走到東坡的 前大半的一個路徑 我們看到東坡如何投給一種抒情文體 很真實地面對它的內在 因此這個課程 我就希望從情感的一個角度 從人文精神的一個開發的角度 從一個人的人生歷練的過程 來達取跟著東坡走一遍 情感是一個希望有一個生存的生命的依歸 情感不是說一個外方的 最重要的是跟人在一起 而在東坡的生涯之中 跟他最親密的就是他的兄弟 以後我們會講到在詞裡面 東坡如何投過詞 跟他的弟弟做一個溝通 如何來透過弟弟的一個情感的呼喚 來安頓他的心魂 這是很重要的過程 好了 透過詞 東坡很深刻的很具體呈現出 他很想靜下來 跟弟弟守在一起 各種寧靜的生活 在詩在詞裡面都有表現 而詞表達非常的沉痛 那因此我覺得也很好玩 我們跟東坡讀詞 我們會因為面對一個問題了 人如何會回饋到一個很純然的 自在的內在世界 因此這個課程我也順便跟大家去 走一趟東坡的一個天涯路 怎麼走法呢 就是中國文人很多從唐代開始 很多的思想情懷 我相信很多同學開始都有這種思想情懷 有些大三大四了 離開家好久了 也很遙遠了 偶爾回到中部南部去 跟以前一樣嗎 畢竟你成長 有些大事已經開始準備出國去了 以後你會面對你未來的人生 你今天在我課堂裡面去聽到水雕歌頭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長眷 也許明年你就在國外看著同樣的月亮 你會有怎麼樣的情懷 文人生都是有這種情感的牽絆 很難灑脫 很難擺脫 這怎麼面對 那讀東坡詞有另外一個意義就是 東坡帶我們走一趟回家的路 家在哪裡 這是很值得思考的 東坡的詞裡面有另外一個聲音就是 他一直尋找一個安穩的內在世界 東坡經過好多年的掙扎無賴 最後找尋到他畢竟回不了他原生的地方 東坡三十歲以後 應該三十多歲 離開家鄉之後 縱然交思暮想想回到故鄉 但是終究無法回去 縱然死後也無法埋葬在他 他的前妻的身旁 我們讀十年三十兩茫茫 千里孤墳不是當時寫著的時候而已 即使東坡死後他還是站在荷蘭 他沒有回到家上去 所以千里孤墳終究是千里孤墳 死後也終究沒辦法跟他的前妻埋葬在同一個穴中 是人生的無賴 但是人生這種也不能說這個事就是如此 可是東坡起碼告訴我們 在他五十多歲 他舔了一首詞又叫定峰坡 定峰坡有兩回合 這首定峰坡東坡是為一個女孩子所寫的 這個女孩子心甘情願陪著他的主人到南班去接受磨難 因為他的好朋友也因為他是被貶到廣西廣南去的 可是這位好朋友的這樣的一個愛妾是為他付出 回到汴京的時候 東坡看到他依然青春如故 東坡很感動 為他寫了另外一首定峰坡 最後東坡說此心安處是無鄉 你心安的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你的家鄉 東坡就從一個女生裡面有體悟 我多所努力最後我心安定不下來 因為我太多的顧慮太多的思想 但這個女孩子很單純為了愛而付出 她心安去哪裡都無所謂 因此她甘之如意 人生的磨難需要是什麼 一份很純真的一份愛一份付出 他就對了何必想那麼多 東坡是從一個女孩子寫他第二首定峰坡的 不是他之間所說的什麼也無風雨也無情 太過照做的 看看人家女孩子就這樣做得到 我相信會給東坡很多的啟發 因此我們讀東坡是看到今天的歷程 東坡不斷地思考 如果這句話會套在整個東坡誌來講的話 東坡也是要我們跟著他走這一趟回家的路 終於很艱辛等我們終究會找到這樣的衣� 不是一個有型的家 是一個真的內心安住的地方 所以詞給我來說是很有趣的東西 透過東坡誌我們認識了更遼闊的天地 得不顧必有靈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很孤獨 無人了解 但你讀過東坡誌你發覺東坡更孤獨 的確要了解東坡的真的不容易 我們是很渺小 面對這樣的偉人 他面對人生的那麼多的事故 他的天分比我們高很多 可是相對的他承受的苦難 比我們更深刻 很難講清楚的 其實我們剛才所說的 東坡所說的苦 我們無法去真的體會 因為他說出來的一定簡一些的 可是他寫出來好像自己能夠解脫的時候 他說的容易 他真的也並不真的能夠做得到 也必須減一大半去了解他的 因此對我們來說 東坡是一個好像很難定義的東西 我們現在透過東坡誌其實很謙虛的 只是從一種文體從一個側面 去了別東坡的內在世界 但我相信這個側面是跟他的其他的詩文是相通的 因此這個課程只是一個起端 希望大家能夠透過東坡誌 喜歡上這位人物 然後走進他的人文世界 然後你更能夠了解更多面的一個世界 我想講 我不曉得這體會怎麼樣 東坡的內在真的很難體會 尤其東坡在詞的裡面 他有一種新的一種一個創活 他不是居守在個人自探自年的一個世界 他走出去 但我們看看夜空 所以東坡很喜歡寫秋葉之景的明月高照 可是東坡的月光不是李白的月光 李白的月光是孤獨的很冷清的 東坡的月光是清零但是也很溫馨的 它不是寫單一的孤獨的月光 它是寫月光照片天地的感覺 你看沉添絲葉有 你看水調歌頭 那個月光不是單獨孤獨的 它把冷清清的冷冰冰的月光 賦予一份人間的情味 天地雖然冰冷 但是有份溫情會滋潤我們的生命的 了解東坡也許會從這個角度去看 我想講也許東坡的心上什麼呢 好像是浩瀚之洲的宇宙 當我們夜深人靜跑到玉山或者晴天缸去 抬頭仰望夜空 你不要聊天不要吃東西 靜靜躺下來看著夜空 那時候你當你心裡面靜下來的時候 那一種深沉的寂寞 也許就是東坡的累在世界了 那這個當然是我自己的體會的 那詞有沒有表達這個呢 有些時候偶爾投入了一些出來 不完整 不過我希望就是 我們透過東坡的詞做這番的梳理 因此這個課程 我剛才講的就是這些面向 但你怎麼去講它呢 剛才我們說了 東坡詞是有它的成長歷程的 因此我們的閱讀 比較方便的方式 就是根據它的生涯歷程 我把東坡詞分為幾個時期 我們一個一個跟著它前進 從它早先的 它從三十五六歲開始填詞 三十五六歲的東坡開始填詞 使它很多文類之中 算是比較晚起步的問題 裡面有些因素的 當然更重要的是 為什麼在那個時候 東坡在杭州擔任通畔的時候 它居然拿起筆來填起詞來 那裡面究竟是什麼心境呢 填詞並不是一個快樂的事情 東坡詞有些挫折 有些時光流逝的感嘆 才拿起筆來 如何透過詞 本來是為人寫作 最後要變成自我疏解 三年以後 東坡詞去了蜜州區的山洞 真正的東坡詞出來了 他透過詞寫出了 大家都耳熟人詳的水調歌頭 江承子 東坡的風格奠定 而且他很坦白透過詞 來跟他的朋友兄弟溝通 本來詞這種東西 一種流行歌曲 用你平常去唱歌 去卡拉OK也不好 唐和皇帝跟水上談起這些事情 但東坡居然跟他的兄弟 用詞來溝通 顯見他已經不把它悲弱化 他把它提升得一個如詩一般的 會表達他更內在情懷的一個東西 他的朋友也因他而受到影響 也相繼回應 後來他的弟弟也勉強 湊了一個水調歌頭跟他回應 和兄弟一往一返之中 更把東坡刺激得不得了了 因我而起 引起被弟弟的感傷 東坡受不了了 開始要勸勉他的弟弟 不能那麼悲傷 所以一往一返 看到兩兄弟一種調和的態度 所以這個根據東坡詞的去閱讀 就是要一返的成長歷程 會更深刻 我們知道某個時期 他面對哪些的情感 而情感之中有什麼樣的重要指數 使得他必須用詞來表達 另外用詞來表達 而詞有不同的詞牌 有不同的一個表達方式 因此東坡的境界 透過單一的文體 就有不同的開發論 這是一個比較好的 原容的 通透的閱讀方式 因此我這個課程就是 依序了四個時期 東坡的杭州時期 徐州 密州 湖州時期 還有黃州時期 以及黃州以後 四個階段跟大家去分析 那對我來說 全是一首詩 也許大家可以看了 方間很多賞戲的一個課本 你看一看就好了 何必來聽課 但我覺得不是的 詩歌的詮釋也是一種表演 也是一種演出 那對我來說 一首詩一卷詞 白紫黑記寫在那一邊 它如同一個樂譜 樂譜你不讀它 不彈奏它 沒意義 但我讀它的時候 我就賦予它意義了 所以對我來說 一個很簡單的幾句話 可能就無從深意在其中 我要把一個單曲 變成一個很複雜的合奏曲 一個共鳴曲 讓你大家能夠去欣賞 去感受 我們扮演的是這樣的角色 我們不是一個在課堂裡面 講解詩情人 我們是一個演奏家 是一個表演者 我們要全神關注 在你的詩文裡面 把他裡面的一字一句的樂印 把它彈奏出來 產生一種共鳴 因此如果是這樣的話 學生就需要 絕對的寧靜來聽課 那你們的聽課也不是被動的 你們還是在那邊做一種 一種吸收轉變 演講的人也知道 演出人也知道 哪個地方他長得好 不好 第一他必須要很有精神的 投入他的一個表演的項目當中 因為他必須要很自覺 也很用心 很投入 全神關注 當然他也知道 什麼時候他長得好 講得不好 他需要一種呼應的 那呼應不是說 你們舉手發問那種很熱鬧 不是的 一個眼神一個專注 他就激起一種力量 因為演出者會感覺到 如果當觀眾都很全心投入 在他的演出的時候 他會激發出某種潛能出來的 我把文學的詮釋放成一種 不是一種隨便能定義的東西的 也許我準備只有七分 但剩下的三分是現場的 隨時會激發出來的 當學生很認真投入 不敲課 很認真上課的時候 眼睛都亮起來的時候 好像打起一盆燈了 那老師就會被激發出來 也可能從來沒想過的東西 在裡面就被激發出來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種經驗 文學是 他是可以獨立的 我們不時來解謎 因此對於故事的本事 我希望就是能少講就少講 我是希望能夠透過詞本身 來激發出內在的一個特質出來 他的情感的質素 因此我著重的就是 詞文本之間的一種能量 你如何去掌握 而不是靠故事裡面 去襯托出它的 我們不要放了一種的題材決定論 覺得它是關心國家的 它是偉大 它是大我精神 文學不能這樣論斷的 而是它怎麼表達 回到我剛才所說的 它是怎麼的情感 它怎麼表達 表達有沒有一種藝術性 美不美好不好 我們看的是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課呢 除了我在課堂上講解的詞篇之外 我希望大家在被 在回到家 在課後 能夠自己找一本東坡傳來閱讀 最好能夠配合我們的一個講解的歷程 那下面我們會先從東坡生命中的一些部分 來了解這個人 因為對方來說 詞通常是一種 好像是一種流行歌曲 但是它不是外在的東西 它是很誠懇面對生命的一種書寫的問題 因此在它整個生涯裡面 有關它的思想 它的文化背景 事實上跟詞的寫作都息息相關 不能單一而論的 所以對東坡的出生 他父母的期許 東坡的自己的一種人生態度 都影響到他的詞作 因此當東坡填詞的時候 他就會展現出不一樣的意境 從而就改變了詞的一個地位 我剛才一起強調 詞本來就是一種很輕鬆平常的一種流行歌曲 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流行歌曲有它的社會意義文化意涵 在一個落後的地方 在一個不發達的地方 這種流行歌曲不會流行 也不會出來 可是為什麼在唐宋的時候 在這樣的一個時代氛圍之中 會出現這樣的一種流行歌曲 連文人都大量參與在其中 這裡面就有很值得探討的一些課題了 但很多人為了追求公民 然後來到大都市裡面去謀生 考試 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得到他所得到的東西 有時候很會失憶的 但是回不了家鄉 大家就在大都市裡面的流連 這種歌詞 事實上就會撫慰人心的 扮演這樣的作用 因為歌詞事實上都是很華美的東西 但人在一種失憶的時候 在面對失敗的時候 在面對人生的黑暗的時候 有所安慰 所以它是一種 你可以說我不能說它是文明病了 起碼是跟文明相關的 起來的一種問題 但這個社會越發達 人的一種需求越多 但你想想看 很多人離開家鄉 回到一個大都市的時候 每個都很陌生 透過歌詞的安慰 抒發出一種思想的情懷 對故人故鄉情人的思念等等 也許是了以有個慰藉吧 所以詞就是要跟這樣的一個情況是相關的 但東波的出來發現 他處理的不是這個單一的問題而已 他把它擴大了 透過詞 他會面對人心世界的很多的面向 面對他的太太 寫詞跟他的兄弟交往 跟他朋友溝通 寫出他更內在的一個情懷的部分 我想這些都是很值得我們去細讀的 因為所以我們說了文體會使人會變得不一樣嗎 當然也可以說 當然從那個角度來講 因為東波的參與使得詞就不一樣了 所以不能有一個很單一的說法 很簡單的分類說 詞是一種小到莫及 人是偉大不會被這個東西所約束的 反而使這個文體做一個質變 使得它有不一樣的一種面貌 東波就是扮演這個角色 我想去舉例 東波的生命很奇特的 他老是去挑戰不同的一種氛圍 探索不一樣的一種可能性 我用了一個比喻 如果人生有規範 人的規範好像我們手邊拿起了一個氣球一樣 氣球有它的一個彈性 有它可以容納的空間 你不管住滿多少的氣 氣足了它就會爆裂 它不是說無限的會灌氣進去 但東波的厲害就是 它不管拿起怎麼難吹的氣球 它一口氣就把它吹到最飽滿 你以為它會爆裂的時候 它居然笑話跟你說不會爆的 就把它綁起來給你看彈跳自如 但一般人一個都是 面對這樣的一個有規範的氣球 你不敢大力去吹 你怕吹破 這就是人生的規範 但有些人很魯莽 一拿起來不怕 一口氣就把它吹爆了 因此就會失禮 會破體 但東波的厲害就是它恰到好處 每個文體的氣球它都能夠探索到它最後的極限 但它吹過之後 大家拿起來吹就容易得多了 如果你不怕它的口水 拿起東波詞來繼續寫之後的話 當然就有不一樣的表現了 所以在東波以後 很多人學它填詞的 但是有些人填起來就叫囂 沒有這樣的情味 因為它以為很容易了 但是這樣一進去之後 那個體就破壞掉了 所以東波給我們有些人的啟示 所以重要我們看到東波詞 我們看到東波如何在這樣的小詞裡面 注入無從的精神 探索這個文體的極大的可能 就因為東波這樣的探索 反而讓我們回頭看看詞這種文體 難道它只是適合於女孩子歌唱 表達兒女相似之調嗎 那如果不是從題材來決定的話 有沒有一種共同的東西 透過東波詞的寫作 讓我們知道這個本質性的東西 才是磁體的特有的美感特質 這就是一種它生長的最大的極端 回過頭來讓我們可以反思到 不能從表面裡面去了解磁的 磁性上有它更重要的一個指數 那個是什麼 那就是我們探討了所謂的情感的最核心的部分 物理學說對不對 線上很複雜但道理很簡單 東波就給我們去做一個示範了 詩詞文有不同的可能性 但是歸根究底有它的共同來源 但處處也有一點點的不同 因此我們閱讀東波詞 讀到不同的內容題材 但是我們不要被它困惑 它一定指指一個核心的 那個核心是什麼 如果你們從去科學探索的話 周是要找出這個供因素的 它是什麼東西 而不使用表面的合不合音律 有沒有寫男女之情來論斷它的是非得事 我們說東波是變體 其他的像周邦彥 秦少游 李厚竹 才是正體 這個是正確嗎 什麼叫正 什麼叫變 抛開所謂的政變 抛開它的本色來說的話 那東波的寫作讓我們重新思考 詞是什麼 詞情是什麼 這個才是最核心的 觀心的重點 那這個當然我先不論了 等到我們走遍東波的詞之後 我們回頭再看看 我們讀過那麼多圈詞之後 你能不能歸納出來詞究竟是什麼 我可以說實際上從宋代以後 詞這種情話一直在我們的生命世界裡面 不斷地流傳 它會化成不同的文體表現出來 如果你能夠掌握這個題的時候 你就能了解 對我來說紅樓夢就是一篇很長的詞 張愛玲小說 白憲永小說 都有詞的成分 一直到李安的電影都有詞 你看得到嗎 所以它不是一個文體而已 不是一個會唱出來的東西 它已經成為一種精神的一個特質 你能不能掌握到它的一個核心 但我不能在這裡面先跟大家去分析了 我們讀過好多東波詞修了 我們再回頭來看看 能不能歸納到這種詞情特質 那下面我簡單去介紹一下東波詞 它的一些內容 然後過去在歷史上對它的評價 那從那些評語裡面我們看到一些 閱讀東波詞的一些方向 值得注意的一些地方 然後就是如何把東波做分析 那之後我會跟大家去介紹 東波這個人有哪些部分我們有注意的 然後這些部分如何跟它後來的詞的 一個內容意境有關聯 但我不能通通通來講了 而有一些的內容也會在配合以後 講東波詞的過程中一個一個把它補述出來 也因為很多同學沒上過詞相關的課程 所以我剛開始講詞的時候 也順帶會把詞要注意的一些特質 格律一些相關的形式技巧等等會做一些說明 當然了解到這種問題是怎麼樣去閱讀的 我先帶大家去仔細去看 所以剛開始從早期的一直到東波的水流歌頭 應該都是一個入門的一個步驟 先讓大家打好一個基礎 了解詞的一個特性來做準備 真正東波詞的內容當然主要就是在密州以後 東波被扁黃州 它的詞才到一個新的一個境界 因此我們的重點 比較多的時間是放在東波烏台詩案之後 如何透過詞來面對生命的一些問題 那這個時候我們談的篇幅也比較多 那下面有一些講義大家可以看看 我們先跟他去了解到東波在詞史上面的 一些地位 那我們看東波是個藝術 事實上我們剛才講 他是 你可以說他從小長大了逃避導彈 就很多事情不守規矩很多質疑 但他另外一方面 因為他也是要在很好的環境長大 有爸爸媽媽的疼愛 另一方面他也相對的也蠻守規矩的 但是守規矩之於他不是死著守著一些規範 他往往也只要不斷去思辨 有沒有新的可能性 回歸新的和諧 所以東波面對生命裡面一種很特殊的地方 他跟他弟弟不同 那等一下我們也有個課題 談談兩兄弟之間的一個互補作用 在東波填詞 他所以填詞有另外一個政治的因素的 尤其烏台詩案以後 因為我們談到東波有在這生命裡面 碰到一個很棘手的事情 所謂的烏台詩案 因為詩因為文他惹禍了 那新黨的人羅治罪名 把東波很多詩文把它組合起來 你看得出東波很受人的注意 所以他一首詩一首詞一篇文 通通都被人收羅殆盡 當他被治罪的時候 大家都拿起來貫穿起來 把東波認為是一個十二不赦的大罪人 但事實上東波寫詩填詞 你說他沒有批評嗎 他當然有的 他對於心正有些部分他是不以為難的 而東波年輕的時候 年輕好勝 難免好像一個菱角一樣的 容易銳利傷人而不自知 這使他生命最終必須有歷練的一個過程 所以年輕人很多時候都是口不責言 有時候也不是有惡意的 只把他所看到的事情陳述出來 但是那些心正的人認為 東波都是阻擾他們推行心正 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因此就把他治罪 也因為了這樣的緣故 東波填詞有另外的目的 當然詩文會被監控 但詞呢 因為從宋代以來 因為詞就是一種小刀墨跡 因此得到的關注就沒那麼多了 人以為是一種娛樂文學而已 因此都不大家留意 而因此在東波的被網絡罪狀的過程中 詞就可以逃予一劫了 而東波有意無意 為什麼在黃洲時期他大力填作詞篇 他轉移了一種文體來寫作 他沒想到就因為這樣的一個轉移 使得他的詞在黃洲時期 有一個新的進展了 因為他全力為之 除了填詞就寫小負 小品文 這都無關政治大事的 因此就可以免除政治的干擾了 要從詞裡面去尋找一些有關於家國之事 那是不容易的 詞不做正面的處理的 縱然後面到了新家宣 我們說軍曹先生是個愛國詞人 怎麼愛國呢 事實上我們很難從他詞裡面 會看得出他正面對政治的 做諸多的成熟的 詞不負擔這個 所以中國人寫文體 有他們的基本的一個要求 寫樂輔是可以做政治的批判去反應 因為樂輔就是一個明年歌謠 可以收錄給債政者做政治的參考的 因此你會透過樂輔詞裡面 會表達出一個不公不一的社會 那是人人都可以接受的 但詞只是一個小調歌詞 它就不負擔這個成分了 那這個是我們看東坡誌裡面 看到這個部分 可是就因為東坡生前生後 都備受這些新黨的人的一個質疑 拷問治罪 後來他的書籍在他死後也被查禁了 一直等到南宋初年 那他才破得平凡 可是東坡一直在民間都留了很多的傳說 一些東西越查禁最後的越風行 那是自古以來的一個定例 所以南宋以後東坡的文學洛陽只歸 如果你身邊收錄了東坡以前留有的一些詩文 拿出來販賣的話很值錢的 所以東坡的詞 而且文學在北宋沒有獲得一充分的了解 匆匆就結束了北宋的時期 一直到南宋 人讀到東坡誌就發現不一樣了 那王卓就是南宋初年的一位學者 他有一本書叫《碧姬曼志》 那這個評語都收錄在大家的講義上面 那王卓他所寫《碧姬曼志》 裡面主要是談了唐宋以來的一些詩詞音樂 你翻開這本書你發現他推崇的作家就是蘇東坡 你可以說他是一個登高一夫 把東坡抬舉到最高地位的一個評論家 可是大家不要忽略一點 王卓是什麼人 他也是四川人 當時蜀國蜀地出身的人都不被重視 從宋代開國比較多是江西人 然後最後是洛陽北方的 比如說從司馬光的洛派一直到河北這一帶 而大家對四川出身的人都覺得這些人好像是 沒什麼學問只一張嘴 導致的議論風發 沒什麼樣的涵養 而且對他們的諸多的排斥 你可以想像我突然研究詞 有些時候都不太了解當時的詞是怎麼傳唱的 你說劉勇的詞 凡有飲水粗即人歌流詞 但劉勇的詞從什麼語言唱出來的呢 你想像嗎 當時文字是統一了 但語言是不同意的 從詞是怎麼唱的 用什麼語言唱的 事實上都莫中以失 當然在杭州一帶可能用江西的話來唱吧 那洛陽呢 這汴京呢 當時汴京的國家的官方語言是洛陽語 洛陽話 你可以想像也許在汴京唱歌用洛陽話來唱吧 那以東坡出自於四川 你會想像東坡年輕的十幾 應該是二十一歲 來到汴京去考試 他第一次碰到歐陽秀 你看兩個人怎麼對話 歐陽秀是江西人 東坡是四川人 真的有點雞同鴨醬 東坡根本沒在城市過過活 也沒有學過官方的用語 那怎麼對話 只能不斷地 就這樣比手畫腳寫東西吧 所以這裡面其實有很多的溝通上的問題 所以在政治上裡面會產生所謂的黨派 是必然的結果的 大家有一種同仇敵開嗎 我的語言裡通了 我們就跌成一檔了 所以剛開始是江西的一群人 後來是河北的一群人 所以對於東坡這些出生於比較西南這一帶的 他們認為比較落後的地方 當然他們只看不上眼 所以四川人就會被受打壓 而東坡是為首之人 東坡打垮了 四川人就出不來了 所以在南宋以後 當東坡的文學 東坡的人被平反 文學大量出來之後 一些相關的 一些四川人 他們就會聯手 把東坡抬舉為天下利益了 他的地位 當然 的確東坡也有實力 也值得他們推讀的 王卓則是一個四川人 他在家上寫了一本書 筆記慢止 那這段話後來作為東坡詞 在詞史上被認定的一個指標了 他主要說 你看他說東坡先生 以文章於事做詩 亦而做詞 詞曲 詞曲就是歌曲 就是詞 所以東坡的天才 至少你看得出了 當時對詞的看法 是不如詩文的 因為從儒家開始 不學詩無語言 後來文章也是有文言的 必備的一種才能 考試都要考詩文 而詞 少到末際 會不會無所謂 所以在他的論述裡面 還有幾種觀念的 認為東坡最好還是文章 文章寫得好了 就可以用於事來做詩 因為文章是 經國之大業 是可以介入政治 研說自己的心中的情懷 很重要的問題 而詩有的時候 當然宋詩很多是唱和之詩 當然也是文人之間的 很正面的一種 互相激勵 互相啟發的一種文體 那無妨 當然有些文人 文章於是做詩已經差不多了 在做詩的時候 在詩前是不被認可的 所以歐陽壽也會填詩 但歐陽壽曾經做過了 他才馬上讀詩他的詩文 什麼時候讀詩呢 入策之詩 在洗手間的時候才讀詩 所以詩就被人家一直看扁 看小的一種文體 可是東坡出來寫作之後 就不一樣了 過去的詩人底下 劉勇是個大詩人對不對 但劉勇的詩只有212首 已經是大詩人 歐陽壽也是200多首而已 可是東坡以余力為詞 東坡寫來多少缺詞 360多首 以余力為詞都比 以前的大詩人的作品都多了 所以東坡起來之後 量多了 直佳了 大家就不能不正視他 當然王族還是很保留說 義而作詩曲 行有余力則以作詩 因此詩對東坡來說 有則好 沒有也無妨 不會損害他的文明的 但是因為他余力為之 畢竟詩也不是大家正經地去從事的問題 只要你有才華有余力作詞 東坡的詩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會勝過別人的 所以這裡面已經有個高下的判斷了 他用余力為之 他氣死很多傳統的 那個所謂的專業詞人了 人在權力為之 東坡余力為之 還比你寫得好寫得多 東坡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這段話 實際上有他的一個評語在其中的 當然他重要的是說 他高處出神入天 平處上寧靜孝春 不顧財備 看得出來他已經 比別人都好了 他可以達到更高的意境 那最重要的是怎麼樣呢 因為大家填詞 填了習慣之後 逢長作戲 劉勇終然是一個很好的詞人 在詞的發展史上有他的地位 他的長調開一代之弦 而且他也有東人的詞篇 但是劉勇他的變化不多 212缺詞 如果你把他拿來看 他很多重複的技法 他內容篇章的變化並不太多 不少蘇東波三百多缺詞 當然不是說沒有一些不好的作品 但他所開脫出來的意境內容手法 是多變的 因此他可以說比別人走不同了 那下面說他那個詞最重要一點 他說長短劇雖是本朝聖 而前人自立與真情衰疑 第二個論斷就是東波詞 所以跟別人不一樣 別人的詞越寫就越泛濫 那個情感好像很籠統的 你寫一首為首都傷尊悲臭 寫來寫去你看不到作者的 因為他習慣了 怎麼寫都差不多的內容 讀起來很乏味 但東波詞不一樣 別人真情衰疑 東波則真情流露 他提振了這個內容 而且這個真情當然不只只有一方面 很多方面的 不只只有男女情懷 還有別的東西 那這個也是另外一個論定的 東波詞理由看的就是他真情 而且有正衰起弊的作用 那從另外一方面 我們讀東波詞除了注意到是 他是有詩文的手法 注入詞的 因此他這不是純粹的詞人 像劉勇他不會寫詩 不會填詞 他的詞是很配合歌詞 很動人 但是寫得多之後就乏味了 不論東波有詩文的基礎 注入詞的時候有無從的變化 有很多參考的依據 因此詞的眼界就打開了 更重要的一點是 東波有真情 他不許逢常作戲 為歌旅填作 他為自己寫作 他的詞會看出一個真實的內在世界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所以他說了 好 東波非醉心於英律者 偶爾就過 指出向上一路 心天上一步 隆彼者 使之自正 那是第三點 那很多人批評出東波了 他的詞好著好 但是不能配合樂音 等一下我們會談到東波的個性 他的本質上面 他本來都不懂音樂 那在王卓之前 李克說詞同前後 李清照寫過一篇詞論 他在詞論的時候 從李厚祖一直數下來 沒有一個他看得上眼的 連蘇東波、王安石、歐陽 通通他都批評 最重要一點就是 這些詞人都不懂音樂 音樂 尤其蘇東波 那怎麼辦呢 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 王卓就為東波說話了 那我們也重新思考了 這樣的歌詞 如果引起成為一種 可以獨立出來的文體的時候 時不時一定要符合音樂的 這是值得斟酌的一個空間的 他說東波非最先於音律者 你看他並不是最先於此 當然他沒有彈一點的 東波沒有能力 我不能說東波五音不全的 他真的沒辦法 他的學習環境 他的先天的因素 他真的不懂這個 他完全憑才華 來戰勝這種問題的 所以他只能跟他說非最新 如果他最新的話 他不言 當然這個是為東波多說幾句 但並不是實話 可是他偶爾做歌 你看他的水雕歌 看他念如教寫下來 指出向上一路 那你因為東波不懂音樂 因此他不受他書符了 他可以放開來寫 把他寫詩一樣 指出向上一路 他是佛家語 在禪宗裡面用過這句話 他會提升我們的精神 他就給真的人生的意境出來 東波讓我們透過他的詞 看到一種情感的不一樣的通路 所以心天殺耳目 東波的奉獻在這裡面 他能夠讓我們不只是看到了 很糾結的男女情懷 會像以後就寫的 家國王國之通 已經很不得了了 但你回到花間詞 看到的都是一些 商春悲秋 男女相思怨調 無法掙脫出來 縱然是他的老師歐陽壽 也止於此而已 但東波不是 你讀到的不是水雕歌頭而已 還有念讀叫歷史情懷 寫定峰坡 都面對人生的一番思考 那是不一樣的 他把詞帶到心的意境去 不只沉醉在男女情懷當中 仍有更高遠的意境可以追求 通過詞可以傳達出來的 這首是他的奉獻指出向上一路 難怪他能夠心天殺耳目 從此之後 大家要求詞就不只差好聽 傳播久遠而已 更重視他的文學性 他的內容意境 因此有新的標準出來了 衡量一個詞的好壞 在乎的就是他的一個全面 音樂合不合 已經不是絕對唯一的條件 甚至音樂不很合的 他們這一派認為都無所謂 反而他已經是一個 新的詩歌的問題了 那這段話已經奠定了東坡詞 對後來的一個評價的方向的 那後面我們去簡略跟大家去談談了 那到了清代末年 王彭韻有個半堂未看稿裡面 也對東坡詞做一番論述 當然我們注意到東坡詞 所以不一樣的 他不像秦少游 劉勇 這些文人一樣 才子 詞人 可以填詞是順理成章 把它寫得好 那是理所當然 沒什麼 但東坡詞是什麼 他是整個生命的一個呈現 所以他說他的詞是什麼呢 零指才華而已 其性情 其學問 其驚爆 舉飛 橫流所能夢見 所以東坡詞出手不一樣是什麼呢 他不是用一個所謂 會歌詞的才華來寫著而已 不只只有才華 才華不夠 不只這樣的 他的性情 東坡詞的性情不是一個很文弱的書生 是一個配合歌旅創作的一個讀書人而已 他有不一樣的性情 因為性情是很全面的 很具體的 還有他的學問 所以東坡詞 你讀起來會跟別人不同 你讀劉勇的詞 你可以順理成章讀上 你讀李厚祖的詞也一樣的 不需要翻書 查典故的 一目了然 很清楚 中文理清叫詞也一樣 但是東坡詞不一樣 有些時候他會用典故的 他有很深遠的歷史傳統 有很深的一個內在情懷 透過典故來激發出來 他有學問 但那個學問不是丟書袋 去賣弄學問而已 他融合在其中的 比如說你不知道周瑜的典故吧 你讀他的水調歌頭 讀下來 你根本可以不翻書的 一讀上來 這氣脈非常的流貫 那是一個把書本融合在生命裡面 這樣書寫出來的 沒有隔閡的 這種學問的成績 還有他的驚爆 他的懷抱 他個人的生命的意志的追求 充分都反映在詞裡面 因為我們讀到詞了 已經不是讀李厚祖 讀劉勇了 那樣的讀法 你必須要了解這個人 他的內在情懷 他的生命意志的追求 他的時代 他的背景 他的學問 通通都要兼顧得到 才了解他的詞 他是一個整體的表現 所以他也做比較了 因為從清代以來 清代對蘇隆坡的喜愛 當然也是相當的一個 受到大家的注意 很多人也學習 可是比較起來 裡面有個論述 就把辛加宣跟東坡做比較 很多人認為 加宣才比較好 加宣你看 他前的詞 量比東坡多了 東坡三百多確值 加宣六百多首 比東坡的一倍 而且加宣你看 他是一個武將 卻能穩 而寫得這樣不錯的話 當然 才華的比東坡高了 另外他寫出 不一樣的內容出來 而且呢 清醒到題材論定 那個是被外族統治之下 加宣的情懷 很符合讀書人的 那種需求的 我們有掙脫 有奮鬥 等等的精神 所以在清代 有個論述 認為呢 東坡不如加宣 所以在清末的時候 王彭文就不一樣講了 他指甲書心並稱 其實呢 心由人敬也 清改宣 畢竟是凡人 他寫的是人間情懷 人間的牢騷氣 但是東坡呢 蘇吉代仙虎 東坡已經出神入化 影響到一個超越人 所能到的境界了 那這個 在清代裡面 好像做一個最後的 概觀論定了 東坡這不一樣 那個是不能學習的 加宣還可以學 有這樣的才華 有這樣的勁 有這樣的勁爆 會表達出來 但東坡有些東西 你達不到的 當然這個是 每個人有不同的一個 一個比較了 當然這個也不能一概而論 也不能隨便的舉個論述 事實上他各有擅長 事實上東坡來說 老實說剛才也說過了 比如說王族說了 東坡以余律為師 也以一而而作詞曲 算了 東坡也不需要在這個地方 跟加宣爭鬥 對不對 東坡有太多值得 人崇拜的地方 他有詩 還有文 還有父 新加宣可憐只有詞而已 因為東坡也說 加宣還不如我了 這個太不厚當 算了小老弟也不錯了 他已經寫得很好了 單一的文體 他真的是不錯 當然其實 首詞的一個表達來講 加宣的詞系上是 比東坡是精細的 加宣的詞比較合音律 就在傳統的 本色派的論述裡面 因為加宣更功於詞 因為他的格律非常的嚴謹 中文你看的是 大喇喇寫出來 可是他非常的仙氣 很合音律的 東坡偶爾就會出律的 因為看得出 加宣跟東坡是不一樣的 我只能說的是 加宣為什麼能夠 把詞填得那麼好呢 他表面上是個英雄 有英雄的氣概 但是我認為 他內心的住了一個小女生 怎麼說呢 你不能只看表面的 人有個青空氣概 可是 英雄女兒會混合在一體的 他有他很纖細的地方 巨細靡遺 所以他的詞能夠寫到 因為他就很執著 好像小女生的鬧便扭一樣 老是不服氣 所以只能把詞寫得好了 會做個比較 以後我們會有個課題來談 談到東坡詞的時候 談到水雕課會做比較的 東坡我們說了 傳統中國有個話說 春旅思秋是悲 春天是一種女兒的情懷 春天的話 女孩子某些情思 就會激發出來的 對不對 商春的情懷 那春天的一種情懷 那種似好非好 刺琴非雨的一個天氣 好像女生一樣 很難去捉摸 也非常的一種美麗 非常的細緻 所以春天的情懷 是女生的情懷 但秋天是什麼呢 會引起士大夫的悲感的 從送禦悲秋開始 好像成為世人的宿命 看到秋天都會悲傷不疑的 如果從這裡來講 春天是女孩子的情懷 秋天是比較男生的情懷 為什麼呢 男生你看看秋天到了 家家戶戶都在收割 開始收藏古物 準備過冬了 但一個落爛的讀書人 走在農家裡面 看到人家秋收東長 自己卻一世無情 無成情何以堪 簡點過去的生命 人到中年晚年了 那怎麼辦 所以秋天都帶來 世道夫很深的悲感的 基本上來講 詞所傳達的是一份春情 你特有春天的情懷 對詞的體悟越深 表達就越深細 相對而言的 秋天的情懷是男生的情懷 寫得比較放框 所以落實出萬里無雲 是男生的一個超框的一個意境 所以在這裡來論的話 佳宣的詞 上寫是春情 佳宣很多動員的詞 都是春天的 雖然他有一首 少年不須仇智慧 是寫秋天 但他比較什麼 勇逾樂等等的詞 所以很多都寫春天的 他寫得特別的動員 他會寫出女孩子的 商春的情懷 非常的細緻 所以他看得出了 他對詞 你可以說文體 跟它是結合的 寫得非常的好 而東坡 我們閉著眼睛 然後去慢慢地想 你讀過了東坡的 不款的詩詞文 你看看東坡最動人的 這些文學 你可以說 大部分都是秋天的 你看水調歌頭 前後痴必復 念乳教 當然後痴必復不是 那前痴必復呢 然後到很多的文章 都是這樣 但東坡有看呢 你讀過幾首 東坡的商春的情懷嗎 很少 因為詞裡面 東坡基本上 沒墮入這份悲情裡面 所以東坡還是維持著 士大夫某種格雕 呈現就是秋天的意境 而家宣呢 看起來是英雄揪揪的 一個士大夫 可是呢 他也有一種 很纖細的女性情懷 這是春情特別好的 所以我們講述的過程中 偶爾也會談到 劉勇 秦少游 或者欣賈宣 因為可以比較出 他們的各自的特色 從而更能彰顯 東坡詞的特殊的情威 這是我們後面講述的時候 要注意的 那這裡也先給大家講一段就是 我們對東坡詞 那份認識 過去的文學史 把家宣東坡歸為 所謂的豪放詞 劉勇 周邦彥 秦少游是晚樂詞 中文很喜歡這樣的二分 一個晚樂 一個豪放 晚樂是正宗 豪放是遍體 都這樣分了 那東坡就是遍體的 一個大家的 可是這個夏靖官 他是明國初年的 晚清明國初年的一個學者 他就這樣說了 他說東坡詞 如春花散空 不著迹象 使柳枝歌枝 正如天風海濤之曲 終有優越怨斷之音 此其上勝也 東坡最好的詞 是這種詞 所以我們給你一種 寫起來很自然 好像仙女上話 當然也跟前面 王彭宇所說的 好像戴仙野這種表達的 好 不著迹象 人家東坡維文 都是這樣的 我們看得出 好像沒有章法的 一寫下去 一篇立刻而成 不想周邦念詞 步步為寅 寫得非常有格調 但這種詞 它是指柳枝歌 柳枝是一個歌旅的代稱 李商隱有一組詞 叫柳枝 一個女孩子的一個名字 歌旅去唱它的話 那個歌旅唱出來 不是陰陰艷艷的 那種交柔之聲 卻是什麼呢 正如天風海濤之曲 唱出來確實 好端有幾天目的 風從海上吹來 海濤翻騰的那種聲雕 終有優越願斷之音 東坡的詞不是快樂的調子 有一種很深層的寂寞 有一種很憂鬱願斷 這個它認為是東坡最好的詞 所以我們不是看東坡那種叫囂的 或者直接說出來的 言談的 發洩的作品 東坡最深層的詞 是這樣的詞 那以後我們會讀到的 比如說東有明的東坡的 詠譽樂、動仙歌、水雕歌頭 實際上都有這樣的一種表現 我們要記住這一點了 所以說我們剛才說了 東坡既然用他的學問、驚爆、才華、性情為詞 然後我們回到東坡 也不要忘掉他的時代 他遭受的磨爛 他心中的感受 用這種抒情的文句抒發出來 絕對不是樂天快樂的情調 一點裡面有一些很憂怨的東西 那這個才是東坡最動人之處 你說東坡能夠化解嗎 我們從東坡一手一手寫下來 三百多句詞 結構他一生 我們看東坡化解不了的 只有詞在就有情在 有情在就有困惑 那是必然的 但是你看到一個幅度的大小而已了 所以這個就點了一個很重要的核心 東坡是最動人使這個地方 有優越願斷的一生 那這裡面有一個很深層的問題 就是東坡對時空的感嘆 以後我們跟他去談談 東坡怎麼填詞的 就是開始意識到掌握不了時間 東坡天不怕地不怕 就是怕自己無法掌握時間 人會老去 體力會衰弱的 那這個才是東坡填詞的很核心的地方 所以他說至於那些 既然排檔不可意識之外 那是第二勝而已 東坡那些好像很放框的 講起來很叫囂的 很好奇的作品 你不要以為是東坡最好的作品 這個不是詞要呈現的最好的意境 最好的還是前面那一類 最後從這個評語看得出來 他讀到東坡詞情裡面很深層的地方 那我們要講東坡詞配合他一生的話 更要注意就是第一類的作品 而事實上東坡豪放的作品 並不太多 東坡並不豪放 他有他的執著 有他的一種深情 他紓解不了的 東坡的困惑也在這裡 他不上禮拜 禮拜一個喝酒繞事什麼都管不了了 等東坡酒不大喝 他壓抑的某種情緒 他紓解不了 他人生的責任太重了 他太自覺了 這一點我們講東坡的生涯裡面 會看到這個部分的 因為東坡詞三百多首 你說就題材來論 先談東坡的游山玩水的詞 朋友的詞 跟兄弟之詞 或者什麼樂業詞 這樣的分類太靈散了 既然東坡填詞 他不是逢常作戲 用游戲的心態寫作 他填詞是很認真的話 那這樣的話我們更要知道他的背景 跟我剛才所說的 當他可以寫詩 可以唯文 可以寫副 可以填詞的時候 那在什麼樣的時空條件之下 他選擇了哪一種文體 文體就有意義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了解東坡詞 平常的分歧裡面要注意到的 為什麼這個時期有這樣的作品出來 一定跟他的整個時期裡面的心情 有某種一種關係的 那我們以這個作為依據 再做一個論述 事實上最了解東坡了 就是他的弟弟 舒辰 那在東坡去世之後 他寫了他的墓志明 因為東坡的文學作品 幾乎都寫給他的弟弟 他弟弟也跟他一起成長 讀書求學 考試 做官 一直成長 所以最底手之料 最能掌握東坡文學的變化 就是他的弟弟 他們無事不可談 最先把東坡文學做分歧的 就是舒辰 不過他的分歧 主要是針對東坡的文 而不是他的詩詞 我們剛才說了 你從王卓的角度就知道了 王卓認為東坡先生是文章寫得好 才一而二做詩詞 對不對 因此文才是最本質的東西 所以在東坡的弟弟來說 當然 士大夫最要寫的就是文章 因此他對東坡的分歧 他認為 他的哥哥 就是文章的一個發展 是這樣的脈絡 他先喜歡賈儀錄製之書 一些論述性的文章 有人說東坡的文章是孟子 其實他入手 就從賈儀 比如說過情論 這些文章入手的 一直到唐代錄製的一些 政論的書 然後才論古今治亂 不為空言 那個時候有考試 有真功名 這種筆法要學會的 不然的話 你如何出類拔萃 所以東坡先下這個功夫 但這個都是書生論事 沒有實際的一種體會的 東坡還沒有去重振 因此文章是寫得好了 因為他能夠把別人的論述的一些技巧 通通的吸收了 而且本來四川人的好議論 加上這種先天後天的條件 東坡的文學寫得很好了 但是不久之後 他就讀莊子 這是第二階段 他對莊子 好像 無錫有見於眾 口未能言 今見莊子 得無心意 看得出 你讀賈儀陸志之書 是儒家入世之道 東坡的根基叫儒學 但是不久之後 東坡也吸收了莊子 所以東坡的成分是很複雜的 過去的人 都由一種詞裡面 分正體變體去論述 把東坡弄得好像都似不像 所以站在儒學的角度 就批判東坡不純正 他參加了佛學跟道家思想 不純正 所以正統的道家的道學家 就對東坡是排斥的 理學家也看不起書東坡 東坡寫了一個很好的藝傳 當然都在醫學史上 也不把它看得一回事 那站在文學的角度也一樣 因為東坡的詞也不正宗 所以東坡的詞不是 可是我們如果從一個全人的角度去看的話 東坡就給我們的一種啟發了 就是說一個人 能不能在同樣的生命的在體裡面 會兼容併蓄 是不是各種的思想 有他的交集點 可以在一個生命裡面發揮一種能量 這是我們就思考的 不能只從純正的角度去論述一個作家的 是非好外得事的 東坡可以了 你看 他讀莊子的時候說 好像與我心有戚戚眼 好到最後呢 他讀中庸了 中庸了 所以後來後讀詩式書 叫做佛家的書 叫生涯體悟 你可以看到 東坡隨著生涯的變化 他有不同的一個學習歷程 但這個論述只是 正對東坡文 主體的學術裡面做論辨 對我們的詞的了解 當然也有一些幫助了 由於東坡讀了莊子 後來讀佛家書 後來在黃洲以後 東坡的詞 就有不同的意見的表達出來 他如果去看開 表達這種放框的精神 當然是受這些精神的 這些思想影響的 這個當然我們 這不是東坡詩文 但這個背景應該也有熟悉 簡單來講 我們把東坡詞分成四個時期 那往後我會每個時期 都會發一個講義給大家 裡面會講解這個時期 東坡的生涯有哪些的重點 然後我們有走這個作品裡面 有讀哪些作品 我都有編號的 每一首詩 每一首詞裡面 後面也會附一些問題 給大家去思考的 所以從下個禮拜 應該是下個禮拜開始 我就有講到東坡詞 我有個總的講義給大家 大家按照這個來先行閱讀 就比較清楚了 而東坡詞是從他36歲以後 到黃洲擔任通判的時候開始的 那等一下或者之後 第一 還沒到東坡黃洲那個寒洲時期前 我會跟大家去分析 東坡為什麼到了寒洲時候會填詞 他為什麼選擇這個問題 他最近內心有什麼樣的東西在變化 有什麼樣的深刻的人生體驗 那這點很重要的 掌握這點就知道東坡往後的生命 是怎麼樣的一個歷程 有一個核心的人生課題 東坡一直在梳理的 如果能夠破解這個 就會解釋了 為什麼東坡到了黃洲的時候 會寫前期不復寫後期不復 他不斷不斷地思考 這個人生的一些問題 事實上在詞裡面 已經埋下了這個很非常重要的人生課題 他不斷不斷地去歷練 那我們第一個階段會看東坡杭州詞 這個是東坡填詞的一個儲形的一個階段 第二個時期 東坡風格的慢慢成熟的階段 東坡已經到四十歲的時候 從三十九到四十四歲之間 東坡的密州 徐州 湖州的時期 我們看到東坡的水調戈頭 江城子 十年生死兩茫茫 老夫婦療髮少年狂 一直到永逾月 明月如霜 好風如水 重視在這個時期 而事實上 中南東坡寫了湖州詞秀 以後沒有填詞的 東坡的詞還在詞壇裡面 有非常高的地位 因為他寫出水流歌頭的那些詞來了 其實永逾月已經超越前人太多了 他探索一個很深刻的人生問題 尤其永逾月是很關鍵的一個詞 他把詞跨入到一個來探討 人生如夢的一個大的課題 那是非常嚴肅的 過去人生如夢幾人到了 以後就說 往事已成功 環如陰夢中 人生的破滅哀嘆而已 東坡不是 有一種哲學的思辨的 那詞已經到一個很知識性的 會做人生的哲學的思辨的問題的時候 已經把文學的歌詞 進入一個文學創作的一個歷程 所以到了這個時期 縱然東坡不寫作 我認為他的詞在詞史上 一樣有很高的地位 很多人都擠不上 更不如說東坡經過烏台詩案 經過人生的淬煉到了黃舟時期了 所以第三個階段就是我們要談論的一個核心的一個時期 叫東坡黃舟時期 一個被貶責的人如何自處 如何透過詞裡面去面對生命 面對自己 這個是只有四年多的歲月 卻是東坡詞的精華時期 因為我們剛才說了 剛開始東坡填詞還是分心的 因為還有詩還有文大量的寫作 詞詞是偶一為之 可是到了黃舟時期 東坡因為詩文惹禍 這也自覺到了詩文會帶來一些祸患的 因此他就把心力移轉在詞 在小品文的開發上面 因此這個時期可以說是東坡的純文學時期 而且既然是純文學了 文學就沒有應用性了 少得應用性就 詞就可以借來反思生命 做了藝術更高遠意境的一個探求 所以這個時期東坡的詞寫出 我們已經大開眼界的部分 什麼念儒教 定峰波 林江仙 洞仙歌 都是這個時候的作品 那這個時候我們看到 當然不是只有詞 連他的父小品都有大放異彩 也可以說是東坡文學裡面的一個很精華的時期 只有四年有兩個月的時間 但人不知之死地如何能夠重生呢 東坡就這個時期呈現這個生命意境 那這個是我們講東坡詞裡面的一個重點 當然為了呈現東坡這個詞裡面的一個真正的一個面貌 所以談到東坡的念儒教我想會結合東坡的前後赤壁赴 一起來講 我認為東坡都是探討同樣的問題 但是他從不同的問題來去思索人生的研究課題 但是都沒有解決 因此就一而再 再而三 用一手一手的不同的變化問題來處理這個問題 你看到東坡的一份字型的 念儒教最後 我認為念儒就沒寫好的 中文人是很喜歡 但是我每次講只講到最後的話 人間有夢一尊環的一張月 怎麼收得太倉促了 中文人講到很大的課題 好了人比人我比周瑜 周瑜34歲找得吃筆記賬 我47歲在這邊 這是個廢人 被貶貫在這個情何以堪 但東坡寫到這裡 回首故國 上到周瑜的時候 真是很感傷 老又病了 以後怎麼辦 東坡很在乎自己的名聲的 但是想想周瑜是那麼年輕 就樹立一個不熟的工業 那自己怎麼辦 所以說為什麼 人間有夢 人間有夢而已 周瑜是個好夢 我是噩夢 那算了算了 一尊環類這樣也喝酒吧 把它灑在天地 天地是悠久的 人生都是苦短的 有解決嗎 沒解決 因為我們跟朋友 訴苦 戀愛怎麼談都失敗 那考試怎麼考不上看 講了三天三夜了 對方還不能了解 喝酒吧 睡覺去了 所以我認為唸爐教就是沒處理好 所以才有錢吃必負 用人生的思辨 對客人跟自己從變與不變 從裡面去思考一個中道出來 但是錢吃必負有寫好嗎 我認為也沒好 書生論世 長得很漂亮 但真正面對生命的變化 還是很多的一種憂傷 所以三個月之後再寫後製必負 是很生動的 東波有看到一個文學家 如何透過文體的轉換 來調整自己的思辨的歷程 寫的後製必負之後好多了 東波而且文體有變化了 念爐教是很嚴謹的格律的一個磁體 前製必負是很純真的負 很漂亮的對句的方式 但是後製必負是散文負 東波開始放開來寫的 寫了後製必負之後 東波才有第二年的成天四頁游 那是見過來的 所以我們知道東波詞的 一個意境變化的話 必須要根據這個敗落去看 所以講東波的黃舟時期的詞 我不僅僅談詞 也會講到他的詞 尤其他的前後製必負 所以大家可以先回頭 回家去準備這樣的作品 我們談到這個時候會比較能夠了解 那黃舟以後 東波的詞已經是衰退之勢了 因為東波已經到一個新的意境了 詞情的一個詛結 已經慢慢能夠有所體悟之後 他不需要靠這個文體去面對生命 反而他的詞 他的文有到另外一個新的意境 他有另外的出口了 因此詞只是一個漁波 不顯得很好 但是也有特色 我們也順著這個來看 如果真的了解東波後期的《生命意境》的話 我勸大家讀他的詩 會更具體 由於他的賀陶詩 他如何一首一首唱陶淵明的詩 透過前人的閱讀來進化自己 這是很厲害的一組著作 那上面我們就會看這個東西 給他一次作詞 還是轉動作 你會看這個東西 是在吃的東西 但是他在看這個東西 我看這個東西 是在這個東西 我會看這個東西 感谢观看